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次的调整有点太开往 给到布里西奥 打了一个高点的长线 力传不错 这张队这边又是蜈蚣 还是四号位布里西奥 红二王因迪 开网的一次四号位的进攻 布里西奥他在网口的 另一方面其实也是说明上一队的攻守 考虑一下变化一下 布里西奥三位打了一板斜线 尼孟杰王口这一下手上抢的速度还是很快 这两队把这个球防起 调整弓 上海队一直是在抓反击啊 这个时候的调整 上海队的反击 布里西奥又是打的这条斜线 大斜线 牵线 中攻击 大斜线 中攻击 大斜线 範园 快 回来 上海队 老门 老门 生 中国 上队利用网口的拦网 布里西奥的大力跳发 点条还是给到4号位 这个球空中 一传不错 到位的情况下打复攻 布里西奥也是打了一条斜线 一传不错 布里西奥自己接完一传之后 依旧是这一体 关注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还有 小球上好 看一下怎么打4号位 布里西奥 松松的一板进攻 从4号位的往前 要跑整个的这个 几乎整个往长的长度 跑到2号位去再来进攻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他要再往前这样去 跑向他的这个 跑动的下的 你看刚刚这个高一的前面的一个 发球也是这个情况 包括在第二局的时候 哎呀这个第二下的 又是 又是布里西奥 又是布里西奥 这个这一局 定好了之后 他选择一个跳球 而且跳的这个位置 几乎是 发球里路的一个斜线 每一轮 特别是你如果是重点进攻人的话 更会找到这一点来发球 拿回来保护 再给二号位过渡一下 最后一板利用防守反击 给了高益一个被飞 这一球配的也是非常的好 我们也能够感到麻烦 那么在第三局 确实可能是前两局输得比较可惜 作为这张队来讲的话 还是受到调整 需要努力的地方 需要总结的地方非常的多 我们还是那句话 谢谢各位的收看 再见 感谢观看